太祖皇帝召集他这帮哥们 跟他一块打天下 这帮人都是他哥们 什么政治处主任的儿子 然后什么参谋长的儿子 然后后勤部长的儿子 全都是这么一帮人 原来都是军区大院长大的 召这帮人来喝酒 喝得高兴了 宋太祖说 我天天睡觉就睡不踏实 我睡不着觉 然后这帮大将很奇怪 陛下富有四海 何出此言 当初你们贪图富贵 把这黄袍披我身上 让我当皇帝 你说这话多不讲理 你们贪图富贵 把黄袍披我身上 你们想做开国元勋吗 所以你们贪图富贵 让我当皇上 把我逼到这份上 说万一有朝一日 你的部下贪图富贵 要逼着你当皇上 你怎么办 这帮大将一听下话 跪地就磕头 那您说我们应该怎么办 宋朝的皇帝宅心仁厚 宋朝皇帝说 干脆咱们打仗的目的 不就是享受 现在你们干脆就 回家待下去得了 你们也别打仗了 这么大岁数了 回家待下去 你要房子我给你房 你要地我给你地 你要钱我给你钱 你买点歌儿舞女 得尽天年 然后咱们结成 君臣之间 结成儿女庆庆 我的公主 我嫁给你儿子 然后你的儿子 你的闺女我儿子娶了 那儿女庆庆 那这样一来的话 君臣无猜 多好 这帮大将第二天 纷纷上表 我不能骑马了 脚有问题 有问题 鼓裂了 不能骑马了 所以全都 纷纷上表 不来了 不来了 然后你去到外地 做节度史 但是节度史的实权 又被怎么样 剥夺了 岳飞后来就是 三镇节度史 身兼三镇节度史 十二道金台一掉 乖乖的回来 回来就干掉 安禄山就反了 对吧 就说那会儿 节度史只是一个什么 虚弦了 没有任何的实权了 好 好